第三十题三十题三十一题是题主请阅读文章后回答三十三十一题人类发明了用巫师作为灯师的白赤灯泡后为我们的夜晚增添光明近百年来人们仍继续努力发明更具效率之光源而发光二极体LED极可能是21世纪的主要光源发光二极体与白赤灯泡比较具有许多优点发过发光效率加 电能转成可见光的百分比例较高体积角寿命长耗电量少低热辐射等但是其购置成本较白赤灯泡高目前市面上已有许多发光二极体产品之应用例如马路上的红绿灯 汽机车的刹车灯手电筒及液晶荧幕等许多用途第三十题是我们说以能量的观点来看白赤灯泡主要是依循下列 何者能量间的转换我们要点灯泡需要通电所以他当然是电能来转换灯泡当然会发光所以他当然有转成所谓的光能 而我们在这里LED的优点是低热辐射它产生的热比较少所以表示我们白赤灯泡产生的热比较多 所以灯泡里面还会有电能转成热能因此第三十题问我们说 白赤灯泡主要是依循下列何种能量间的转换 我们答案选的是C电能转换成光能及热能 我们下期再见